主委 小元好 我看你們今年所提出來的整體的預算 跟這個工作方向 是有一些擔心 當然政府整體的經費都是比較結局的 這當然也會影響每一個不同的部會 但是有一些可能過去大家是比較 覺得還做得不錯的計劃應該要延續 那這些延續與其去重新開始一些新的規劃 如果是已經做得有成效而且可以繼續的這些 如果說在這個時候去中斷我覺得是非常的可惜 那其中一個在地方上大家還蠻肯定的 就是原來你們用公益彩券英語去辦的這個資源教師 這個資源教師的人力計劃 那這個民族教學資源教師人力計劃 我覺得它的意義是在於可以將這樣的民族課程 民族教育整個融入我們這個主流的教育的課程裡面 那第二方面呢有一些年輕人 他有一些理想 他願意回到部落 那他願意從事一些文化傳承的工作 但是他可能沒有這個正規的教師的資格 那他也願意去服務去去傳承 但是因為沒有適當的工作機會 變成說他沒有辦法去發揮他的理想 那過去這一兩年的這個資源教師人力計劃 剛好提供了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你們現在決定要終止這個計劃 我覺得是非常的可惜 你們是不是能夠重新來做一些考量 那類似這樣的一個能夠讓民族教育能夠到深入到學校裡面 那有理想 願意從事文化傳承的年輕人 能夠透過這樣的工作機會 來做部落裡面生根跟文化傳承的工作 報員這個其實我們也覺得 終止那個計劃是有一點可惜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在推動那個第三學期 是那個部落民族的學校的這樣的計劃 也需要一個新的發展 我們事實上有一些配套的想法 我知道你們配套你們想推動第三學期 這個不是不能做 但是我覺得他的性質 跟原來的資源教師人力計劃是不一樣的 你變成他要用寒暑假的時間 尤其是你也知道國中高中以上的這些年輕人 他可能念高中 他利用暑假去打工 他希望他的族群的教育 他民族教育是在日常 是在他的正常的這個正規的教育系統裡面 那另外就是說把它變成一個第三學期 好像把它隔開來區隔開來 這個好像變成不是正規的教育的一環 沒有他應該說是 應該說是重疊 因為事實上在過去我們在教育現場 一直想推動民族教育 比如說母語 是啊 那我們希望他能夠融入我們學校的教育的系統 可是這些部分按照我們的客觀的評估 比如說主語在學校都推動一個星期一個小時 這效用是很低的啦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將來在部落裡邊 也跟整個部落的附贈連結起來來推動 所以委員你關心的這些 其實我們也都非常的關心 我也請我們的同仁喔 對這一些我們的這個資源教師 做很好的這個這個統計 然後也能夠掌握 因為有一些確實是有熱心 他也有專才 他有這個才能 那如果不做資源教師 他可能就去做跟 就是到都市裡面去打工 那他原來的這些文化傳承的 這些特殊的才能 或者是記憶沒有辦法去做傳承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你現在第三學期 你也知道偏鄉有地方交通距離是非常遙遠的 那甚至現在有的國中高中生像他有特殊的需求 他在同一個鄉裡面 他一定要到很遠的地方去上學 去念國中去念高中 也許要參加球隊 甚至要到隔壁的鄉去 那他要搭公車 每天光是一趟的公車費可能就二十幾塊錢 他這樣一天來回就要五十塊 這樣一個月下來 這個光是交通費 光是通勤 要去上課的通勤費用也是相當可觀的 包委員我們那個部落學校的設計 它是只有某一些課程是要聚集在一起 可能在某一個大部落 所以你們的想法是他在他居住的這個部落裡面 就是他在他家裡的這個部落裡面 比如說儀式的進行 他就一定在自己的部落 學習自己的部落的歷史 也會是這樣 可是像 這個地方其實 語言的教育 因為 主委你很清楚 其實偏鄉很多很大的比例 其實是隔代教養 就是說就是小孩子跟老人家在那裡 那已經有一些嚴重的溝通的代溝 就老人家會講母語 那小孩子要嘛不會講 不然他抗拒 因為在學校裡面這個不是主流的語言 也不是被官方認可的語言 那有很嚴重的這個溝通上面的代溝 那你現在如果說他沒有提供 或者說讓他的母語 讓在他的認知裡面 這個是國家認定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教育的一環 不會啦 委員這個 好像是在部落裡面的課語活動 部落學習當然是更好 那委員你知道 我們有幾個推動的那個 但是也是要有系統性的 也是要有系統性的教學 對我們是在那個整個的課程 不是只是在家裡面 沒有沒有 那委員其實我們這一套整個的計劃 我會整個給委員去瞭解啦 我們那個計劃是很希望 在未來把它當作是我們整個部落 附贈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對可是你們現在 但你們這個計劃 我也有興趣想要瞭解 請你們提供給我 但是你們現在另外一個 過去在部落裡面很基層的這個文化傳承 就是你們過去的活力計劃嘛對不對 部落的這個活力 現在這個還是繼續 現在繼續 但是你們經費是很嚴重的縮減喔 變成說可能是 以後可能是一百多個部落要競爭十個 十個機會而已 那全台灣只有十個部落可以來做的話 這個效應是很小的 我不曉得能不能夠有一點點時間讓我說明我自己的對這件事情的想法 過去我們很多的部落的永續的這些支持的計劃喔 常常都是給錢啦 弄到後來就是大家就是找別人做計劃來弄 那可能是計劃內容的問題嗎 不是不是是整個 整個生態是這樣 那現在我們一直很希望我們很多的部落 能夠朝向說能夠找到自己自仇裁員的這個方向走 其實我已經看到好幾個部落喔 他是不需要政府的資源的 他們辦一個祭典 我幹嘛要跟政府要那些錢 可是我們的同胞在這個部分 我一直覺得怎麼樣讓那個土壁的部分喔 增強 要不然我們永遠習慣這種方式 所以我同意你講 本來我們的同仁是不是在部落活力計劃裡面 要再擴大一點 但是過去的經驗當然也有一些好的結果 那我接受也認同你的一個目標 也就是說這個部落本身要獨立的 而且還有它的主體性 不要什麼事情都仰賴這個靠政府的補助 這樣的一個原則是可以認同 我下一次跟你介紹一個部落 有一些人喔 是怎麼樣把部落附近的這些廢棄的土地 大家簽一個合約 集體去勞動 這個也是我們原住民 如果有一些比較成功的案例 這個當然是很好 可以介紹給我 但是重點是也要介紹給其他的部落 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我們可以不靠著政府的資源 可以不跟政府申請 我們一樣是有機會 只要對自己的主體性 是有信心的 那有一些創意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也知道很多傳統的原住民的這個聚會所 它不一定是依照國家這個現代的法規 所認定的這個建築法規 甚至是土地的取得啦 建物的整個建造的過程跟工法 但是這些聚會所其實有一些也是這個長年失修 也是欠缺一些協助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它它不是照著我們國家現有的這個法規 去建築的這些聚會所或者是空間 那它現在產生一些法令上的問題 那這些我想這個案例應該不只是一兩個 那你們整體有什麼樣的想法跟規劃 去去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抱怨其實只要是跟聚會所有關 這個土地沒有問題 建造這些沒有問題 我們說都是權利主 那我現在問的就是 現在我知道你講的 還不只是聚會所 其實我們找過 這個修繕補助啦 什麼其實有一些部落 它是可以爭取到相關的經費 因為它修繕它這個硬體其實 這個是長期的投資 有的也是對地方的這個文化的相關建設 這個長期要投入 那一般來講費用不低啦 不是說辦一個活動一個慶典 這個你剛剛說大家可以自己去籌款 但事實上有一些是比較大規模的 還是需要在現階段還是需要政府的一些支持 但是因為它不見得是法規 它不見得是符合我們現在的建築法規 那這些你們有什麼樣的方案跟建議來協助 因為委員這個其實還不只是聚會所 事實上有很多像我們托育中心的那個 他們要在哪裡教訓 對啊 應該有很多這個 幼兒園要改制的過程裡面 很多偏鄉 跟地方政府還有我們中央政府 建管的機關有過很多次的討論 我們很希望把它那個 類型化之後做一個統一的解決 所以有一些還沒有看到比較 特殊情境的鬆綁這樣 我們也希望這樣 對像現在很多托兒所恐怕在尤其是偏鄉 在改制之後的狀況 它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影響到很多偏鄉的小孩 我們希望你們在跨部會在做這個協調 包括跟教育部在協調這個問題的時候 應該要有更強烈的聲音跟意見的表達 他們是用都市的角度 有資源的都市的角度 在看待這個幼兒園的轉制 但是偏鄉的需求畢竟還是不太一樣 那我們如果讓這些小孩現在都沒有托兒所 沒有幼稚園可以念 我想這也是很遺憾的事情 謝謝